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春节连续假期刚过 章鱼游泳池附近地面到处都是炮竹残骸 清洁队员加紧清理 但因为数量多到吓人 被民众PO上网了 一起来关心 地面上到处可见满地的炮竹残骸 有些女棒炮竹烟河 这里是基隆著名的外木山章鱼游泳池 到沙滩一带原本风景优美 但没想到过年之后全变了样 看到满地的炮竹垃圾 清洁队员才上班觉得好无奈 尽管每天都有人来清 但民众炮足垃圾一样乱丢 每天都在整理 每天都在放 每天整理 每天放 春节原本就是欢乐气氛 民众不免俗都会放鞭炮 但是鞭炮放完 垃圾却没带走 让一旁来玩的民众觉得这里垃圾都没清理 甚至大年初是这里放烟火 还一度引发了火烧山 让消防队员疲于奔命 会想办法去调一下 有没有附近的相关的监视录影带 来查看看是不是有一个 可以追查的一个行为人 如果我们有追查到这个行为人 我们会一一把来进行相关的 后续的一个裁处的一个工作 鼓励大家都不要乱丢那个什么 檳榔啊 那也有垃圾嘛 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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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局说将会尽快清理炮足垃圾 同时透过影像 追查乱丢炮足残骸的民众 最高可以处罚六千元 而过年期间放鞭炮 原本是开开心心 但少了功德心 把垃圾留给亲戚人员 可就让人觉得不应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而外木山晚间又发生放烟火 而引发火烧山的意外 一对疑似酿祸的夫妻 当下开车逃离现场 但被民众拍下车牌 目前警方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 市长林友昌呼吁 年节放烟火不应该影响到他人 请大家要发挥功德心 把垃圾带走 在强风助长下 外木山富海路一带的边坡 火光漫天 火势不断延烧 熊熊火焰相当猛烈 一旁的民众看到傻眼 消防队布水线 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顺利扑灭 已经接触民众反应了 这两三天其实这边 都有人在那边放鞭炮 当时就很担心这边会发生火灾的问题 那过不期然今天晚上 本来又发生了火烧山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在新闻上看到 这几天过年 其实大家都会在那边放鞭炮 所以我觉得这未来 我们其实要清流国官单位 然后来彻底的宣导或者是禁止 原来连续几天 民众在万物山湖海路释放烟火 接连造成火烧山 18号晚间10点 又发生了释放烟火 不慎引燃边坡杂草 造成火是一发不可收拾 有民众甚至拍到 疑似酿祸的男子 在引发火灾之后 驾车逃离现场 换我饭 拍车来拍车来 接连发生民众阴点烟火 引发火烧山事件 警方寻现通知到车主盗案说明 接获民众报案称 湖海路二段山坡地 有火灾情势 经警方到场 实施交通管制 火事顺利于23时扑灭 初步了解 系民众施放烟火 所致火灾 警方已通知犯嫌 盗案说明 针对民众放烟火 接连酿成火灾 消防局提醒民众 就用事炮出烟火管理条例 针对释放地点数量都有一定的规定 在我们的母法 还有我们的管理条例里面都有 这是释放爆出烟火 民间如果释放的话 一般在油库 加油站 加气站等等 比较危险物品储存的场所 或是油草等等 这些地方也是不能释放的 比较重要的还是 我们民众的公德心跟道德的一个素养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还是要特别呼吁 那基本是欢迎大家在过年的时间来游气 甚至开心 放一下烟火 放一下鞭炮都没有关系 不过希望大家守规矩 然后这个也不要去影响到周边民众的生活的一个安宁 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保持清洁 那你在这个欢度 在放鞭炮 在庆祝过年的时候 也希望把公德心带着 春节应景 释放烟火 原本就应该开开心心 但噪音影响到他人 甚至严重像这样连续引发火烧山 严重者 民众恐怕会触法 吃上法律责任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导 再来是好消息 金融市中正区平寮里里长蔡淑珍 荣获卫福部社区经典奖中的个人奖 成为金融市唯一的经典英雄 全国也只有五个人拿到这项特殊荣耀 桌上摆着卫生福利部主办的第六届社区经典奖奖状和水利状的奖杯和奖章 肩上披着经典英雄的彩带 被人昵称阿布的平寮里长蔡淑珍 荣获109年第六届社区经典奖中的个人奖 成为金融市唯一的经典英雄 全国也只有五个人拿到这项殊荣 因为这终究是一个不怎么好得的奖就对了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很幸运的我被选中了 那都是感谢有这个公部门有这个参与 然后让我有机会然后去服务那些长者 当下就这么高兴而已啊 不过阿布蔡淑珍里长仍然维持和蔼可亲淡定的笑容 没有太多的激动 因为从第一届担任里长的第二年开始 就成立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工作 十多年来蔡淑珍认为 照顾社区里的长辈长者是他该做的事情 而且一路走来 其实和长者们互相照顾 他真的做得很开心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跟社区一直在合作中 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给我这种职位 让我有机会然后能够为社区的长老 当然了我们除了我里长在我的里里面 我去服务以外 我的社区是包含整个和平岛的 对那在这十几年里面 我们就形成一个第二就是第二个家 阿嬷爱我我爱他们 我们更爱我们的社区 蔡淑珍特别感谢已经过世的 顾基隆市长许才力 因为当年有她的力挺 给了社区里面会堂 才能让平岛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有了安定的场所越做越好 所以一路上如果说有心酸的话 我是觉得一开始是长育的问题 那我们感谢那个许才力市长 他马上就给我的一间里面会堂 那我们有地方去集合去做一些活动 当了四届的里长能够全心投入照顾社区长辈 阿嬷也非常感谢家人的权力支持 我老公跟儿子都很支持 我家的小儿子比较常在身边 他只要有人需要帮助我 我有付出的时候他都会讲一句话 你用吧阿嬷有钱 因为我现在当阿嬷了 阿嬷有钱 他都很高兴我能够去付出 因为小孩子都长大 经济上我们是许可的 知福惜福再造福 懂付出是最有福气的人 这是蔡淑珍获奖个人经典英雄时 特别写下的两句话 主办单位特地刻印在纪念牌上 这是阿布从49岁开始 投身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工作 到今年63岁 内心所秉持的最高信念 很难机会里面 因为我在民国80年 有去写一些诵经 有经验我讲 那在这里面我们在受训的时候 他就要我们每个成员 大概200个成员 每个人都写一句话 我的编号是在22里面 然后我就写了这句话 知福惜福再造福 懂得付出的人是最有福报的 因为我就是这里面的人 然后我觉得很棒 那我就把这句话写上去了 听起来真的很温馨 那我们做起来也很快乐 台湾迈入老年化时代 要普遍照顾好社区内 65岁以上的长辈老人家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以及后续的长照2.0政策 办得好不好越来越重要 因此获奖就是最高的肯定 而要感谢的人太多 蔡淑珍特别感谢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内的 所有长辈长者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社会处科长 社工员亭轩和市长林又昌的支持 才能让他荣获这项殊 在今天大台北爬爬购单元当中 要带你来品尝一间 运用在地食材 却充满异国风味的意大利餐厅 以海鲜炖饭 清炒海鲜 还有严选牛小排 掳获涛客的味蕾 清炒 炖煮 输肥 不同的料理手法 讲究的是时间拿捏 才能让食物最新美的精华 完美呈现 开幕第一天我来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他这一位 他的一个招牌的海鲜饭 你看他基本上你看他的海鲜 基隆的都是基隆人特色的海鲜 像这个虾 而且重点是他新鲜的味道 那新鲜的味道 尤其他的虾 他的都满很有弹性 对对对很Q弹 就是很新鲜 都是道地的基隆的海鲜 因为我基隆人我喜欢海鲜 运用在地海鲜每一份都很足够 价格却超清明 开幕不到半年老饕都成了忠实顾客 来觉得他们午餐的那个做的方式 因为他是给套餐的会附一些饮料甜品的 那我觉得他的价钱对整体的CP值来说蛮吸引我的 而且像海鲜饭的话配料给蛮多 这样子对那味道也都蛮不错吃 我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招牌海鲜饭 还有渔夫炒海鲜 那他的特色就是西班牙的一道料理 用生米炒的 然后他还有淡菜 然后渔夫炒海鲜是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地的基隆海鲜 跟基隆厂商配合的 这道菜是我们本店的特色之一 五股牛小牌 我们选要用美国的牛小牌 然后用低温酥肥法 然后再用大火煎至金黄色 它搭配一些基隆的蔬食 然后因为我们准备的分量比较多 所以大家来点的话可以一起share 一起分享 店内布局融入在地的特色 色彩屋的缤纷给定为很大的启发 彩虹墙面与欧洲首绘风宛如踏进异国世界 我们店的特色就是把正命运港的色彩概念搬到店里 让店内更活泼 我很满意这个地方 因为我常常跟朋友还有同学们聚会 我觉得在我们基隆 要找到这种地方真的是不简单 这么宽敞 又感觉灯光很柔 看起来很舒服 然后理事区又近 然后老板代课非常的道地 他用的材料都很好 而且他这个面包 我们基隆市非常有名的一家面包店所做的面包 口感真的很好 老板定为原本学的是电脑 但一直忘不了心中的厨师魂 在家人与好友的支持下转战餐饮界 还选在疫情严峻的时间开业 不过好的出餐品质不用过度宣传就会吸引老头上门 开这间店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每位客人都可以吃到我用心做的菜 秉持分享最好的滋味理念 让定委及伙伴们找到前进的力量 期望幸福的好滋味 能无远佛界地传递出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而基隆在地的美食超多 其中有一家咖喱店 由于临近基隆庙口商圈 料理很用心 生活顾客好评 老板在这边 来我给他拍起我婆娃娃 谢谢 老板贵心啊 毕竟去 去老板 欢迎来到我们的版道咖喱 我们目前成立的话是去年的10月18号成立的 那这些口味呢 都是大家帮忙一些合作 然后合资研究去研发出来的口味 对啊那咖喱这东西比较 在日本属于是B级美食 那我们把它做个包装 精致花一点 大家都可以吃得比较舒服跟愉悦这样子 老板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咖喱当然很多种类嘛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讲的什么印度咖喱 或者是这个日本的咖喱 它是比较倾向日本咖喱还是印度咖喱 其实如果要说的话 它比较偏向于日本咖喱 但是大家对于日本咖喱 都是偏甜 那辛香料感比较偏低一点点 那我们呢 就大家去试完再次的口味的时候 我们希望不要那么甜 但辛香料感再重一点点的一个风味 所以你们咖喱有稍微再做一点改变就对了 是的 就不完全是纯粹的日本咖喱风就对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很漂亮 这就是我们做的欧姆蛋 我们老板做的很厉害 这个欧姆蛋要做成这样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表示这个手艺要非常的精湛 谢谢 看到这么漂亮的欧姆蛋 大家会觉得想要赶快多吃 可能一个也不够要多吃两个才可以 哈哈哈哈 这龙虾在哪里抓的 我们正面渝港 正面渝港 诶 正面渝港 水平的比较好吃 所以是我们这个台湾外海的 连古外海的龙虾吗 基本上是河滨岛那个渝港 河滨岛的现抓的龙虾 这不简单 这不简单 好 那各位看到来 我先手给它拿起来 这一只很漂亮的龙虾 诶 这是颇办的啦 这个可不是美国的 波士顿龙虾 不是哦 它也不是所谓的澳洲龙虾 都不是 它是我们台湾本港的龙虾 也就是在我们台湾北部的外海 和平岛的地区所抓的龙虾 所以量其实很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要预约的原因 是因为 所有的龙虾都是我们北部地区的渔人 到海里面去拿那个刺枪去刺 一只一只刺回来 它不是养的 所以它的口感 特别的鲜Q甜 而且这是有台湾味的龙虾 所以量很少 量很少 所以特别要预约 那我也感谢老板 特别帮我留了一只 这个很好吃的龙虾料理 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 太赞了太赞了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龙虾的料理 前面表面有一层 我刚才一问老板 不会以为是起司 结果发现居然不是起司 是什么口味呢 卖个关子 我就先用下去了 我确定它不是起司 因为他老板告诉我不是起司 我们里长在旁边说 这很Q的 好 这个筋鱼 压香的嘛 压香的 好 继续压 压香的 哦 那我就 压香的 嗯 赞 我要吃完才能讲话 哈哈哈哈 太好吃了 好 答案解答了 这一层不是起司 是什么呢 其实老板刚刚有讲 它是面粉裹蒜香 做起来的 哦 各位应该都很少听过 用面粉裹蒜香的方式 做出它薄薄的一层 所以这个龙虾的味道 把它提的味道 又完全跟 西式的做法 用焗烤龙虾又完全不一样 它非常的有特色 这个老板果然是非常的有创意 跟我们一般吃到的龙虾 是完全不一样 就不要说它的龙虾 就是我们 基隆本港的龙虾之外 它的做法 也跟过去传统的 焗烤龙虾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它的咖喱饭味道非常香浓 然后饭的口感 我觉得非常好 很适中 那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很特别是 因为它的欧姆蛋 欧姆蛋呢 其实它做的算是 已经比较有成型 但是仍然保留那个蛋香 还有比较软嫩的口感 所以说在吃整体 在咖喱蛋饱饭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讲话 已经是很 把醋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非常好吃 那再加上它炸的很好的猪排 所以吃起来的话 其实它猪排很多汁 来这边展业 我认为它是很有眼见 很有想法的一位年轻的老板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 基隆市非常有名的 已经有日据时代 由于我们一个骚将 那个陆军骚将的办公官署 还在上面 那现在这个餐厅也是算 骚将店 骚将他是人事务底下那边 那这个老板很有想法 他来开业的时候 不久我就来有 都有来关心了 了解他 就像我们隔壁还有那个 这个美容院我都来去观 在我里内 我都一定要来关心这些商家 像我们这次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咖喱的海鲜料理 那基本上咖喱的海鲜料理 几乎你很少听到 那它是咖喱海鲜料理 再加上日本的风味 整合在一起 配合我们的职人 在台湾用了很多的食材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用法 跟内容 跟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度 会跟我们一般 所吃到的台式海鲜 或者中式海鲜 甚至我们有时候在大都会区 吃到了所谓的义式海鲜 法式海鲜 我认为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 一个风格跟享受 那我觉得说这也是我们基隆 有许多的优秀的年轻人 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 把他们的新的想法 融入了这一个重要的海鲜城市 美食都之都 让它有一个新的创意的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立法委员蔡适应推荐在地美食 期盼更多青年回乡创业 发挥在地特色 一起来为家乡拼经济 拼光光 增加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升 基隆报道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遇到心筋梗塞情况时 医生利用气球扩张 及支架制放术 紧急施作心导管手术 成为救命的关键 卫福部健康医院 特地从北戎 沿染心导管手术的 专业年轻医师 加入医疗服务阵容 还引进了血管腔内 光学断层扫描影像仪器 帮助医生更精准的 制放支架 这套血管枪内光学断层扫描影像仪器 除了可以帮助医生进行心导管支架制放术之外 更可以用不同颜色显示出支架放置在血管内的情况 是否和血管壁密合撑开 已经狭窄的血管 可以为心导管支架制放的地点和密合度是否够精确而平分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从北戎 沿染心导管手术的专业年轻医师 邓心医加入医疗服务阵容 对于基隆医院引进这套少数医学中心等级的医院 才有的一台价值800万元左右 可以为心导管支架制放术准确度评分的救人利器 血管腔内光学断层扫描影像仪器 大表肯定 这也是以往只有血管腔内超音波扫描仪器做不到的地方 看你这个支架放置大概有几分 目标是100分 但是80分以上就代表这个支架成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其实有时候 其实我们没做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证据 帮助我们做了解 那其实已经很多的试验已经 国内外的试验已经证实 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影像系统优化之后 我们会出现较低的并发症 包括死亡率新细跟再下来的机会都是比较低的 邓兴医医医生指出 特别是紧急救命的新导管支架制放术 必须在90分钟内准确完成 打通病人心脏血管才能大大降低病人的死亡率 改善病人愈后 部立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 副院长罗景全以及秘书李林美 都热诚欢迎新导管手术专业医生邓兴医的加入 一起守护大基隆地区民众的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这里来看基隆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又有新的教科亮相 有黑白花纹的熊猫小丑鱼 鲁牛小丑鱼与大家见面 另外海科馆还展出了一系列的围形展 欢迎大家来参观 水族箱内小丑鱼在里面自在悠游 但仔细看这几只的小丑鱼身上的花纹 竟然是白底黑斑就像乳牛一样 立刻引起小朋友的目光 它是黑色和白色的 像什么 像乳牛 我觉得它像牛 为什么 因为它的颜色斑点全部都跟牛一样 搭上牛年的顺风车 这几只可爱的小丑鱼意外爆红 其实它可是家喻户晓的 迷某的亲戚 名字叫做黑巨风小丑鱼 和一般的小丑鱼亮橘色的外形大大不同 黑白花纹让它有猫熊小丑鱼 及乳牛小丑鱼的称号 一般小丑鱼通常都还会有掺杂一些橘色色块 就算它有变异的层次产生 可是这个就是永远的黑白对比 然后它很特殊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从百万分之一的几率中突变 在慢慢育种挑选而来 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有美国人发现 然后当时台湾就把它引进来 然后单位总缘之后 想办法把它量化扩大 对所以现在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典型 黑巨风小丑鱼早期因为数量稀少 一伟单价高达上万元 虽然经过突变 但它保留和三无海葵共生的习性 而且不像一般的小丑鱼 可以大量的混居 成了居家环境饲养的好选择 寒假那少又下雨天 那基隆这边海科馆是一个非常好的 遛小孩的地方 可以耗时间 那也可以增进小孩一些海洋的知识 除了可爱的小丑鱼 海科馆还展出了一系列的维行展 希望增加民众对海洋的认识 也建立正确资源永续的概念 记者黄绍鸣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